12月6日央行宣布 從15日開始 全面降準0.5% 共計釋放長期資金約1.2萬億元 而就在3天前 銀保監會發聲維穩房貸 重點在於滿足首套房 並首次提出改善性住房案揭需求 在監管層頻頻發聲釋放信號之後 中國多個城市的房貸市場有了反應 證券日報12月6日報導 除了銀行放款出道在加快 部分城市的房貸利率也有所下調 今年受到恒大債務危機等因素的影響 中國傳統的金狗銀十樓市旺貴 不僅成交量暴跌 樓市還持續降溫進入冰凍期 根據黑爾瑞發布的房企銷售數據 中國累計銷售額TOK100的房企 在11月銷售增速持續下降 11月單月銷售金額同比下降39.3% 大紀元專欄作家黃克分析 中國房市低迷的根本原因 是中國經濟不景氣 而且今年以來房地產市場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除了市場的低迷 今年中國房價下滑 還有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中共當局之前攀佈的三條紅線 對房地產抵押貸款審查要求更加嚴格 但是短期它肯定是拋手 房價下跌從小城市蔓延到一線大城市 地方政府開始緊張 目前至少20個城市對房產降價做出了限制 成都、天津和南京等大城市 也在上個月發布房價限跌措施 以避免傷及經濟 但是經濟學者指出 房跌措施估計難以起到遇上的效果 雷美經濟學者鄭旭光分析 中共當局現在採用的措施 就好像拔鵝務 但是又不想直鵝叫 而當局調控房地產的本質 是不想承受房地產崩盤帶來的巨大社會政治風險 但是未來房地產稅推出 肯定對房價的打擊更加大 在下午的時間內 並且用在下午的門口 提供了公布 在下午的時間內 在下午的時間內 並且搭配資証